2600年前 一位释迦族男子诞生 他出生皇室 无忧无虑 随后娶妻生子 幸福美满 一次偶然出城 看到人们饱受生老病死之苦 心生怜悯 趁月圆之夜逃出皇宫 寻求解脱之道 于是便访名师 忍受六年苦行 在体力不知晕倒后 得欲一目养女养辱大救 终于菩提树下得到觉悟 由此发愿 让众生和我 能够解脱人间的生老病死 和一切苦 从此展开了他一生的传法历程 世人尊称其释迦牟尼佛 佛陀的慈悲与智慧 跨越了两千六百年的岁月长河 依然拯救 感动着无数人 那我本人呢 是深受佛恩 让我起死回生 让我一个鲁莽 无名 愚痴 重病产生的一个小孩子 重新获得新生 所以学佛不是一种信仰 学佛不是一种信仰 学佛是一种究竟 是一种研究 是一种研究 研究怎样做人 怎样做得更好 是很理性的实用学 但是这种理性的实用学 当我们深入修下去的时候 还发现 它有的时候超过我们的理性 会产生奇迹 所以有朋友无数次问我 你这个佛法到底能带给人什么呢 我的回答叫妙不可言 佛陀 他已经是圆满的 所有的美好都集中在他身上 将这一勺净水 将这一勺净水 将沐浴时 让佛陀健康 自己会健康 让佛陀智慧 我们就会智慧 它是圆满的 他不需要你再为他沐浴 所以这是佛陀帮助我们的方法 大家来 来在佛陀前 去沐浴 佛陀 沐浴 佛陀 其实是沐浴 我们自己的 那我们也借这个方法 来 给大家来分享 让有缘的你 来通过佛陀的 诞生 让自己获得新生 让自己更加健康 那佛陀 佛陀 为什么能帮我们? 因为祂会认为大师大卑 祂要利益众生的 祂要利益众生的 这是祂永生的愿 我希望你也受益, 我希望你也受益, 我只想讲我学的法和理, 传给有缘的朋友们。 这是一个简单的愿望。 我花了几天的时间, 想写到佛陀的感恩。 我会写出来的, 我会写出来的, 我会写出来。 我会写出来。 我会写出来的, 让你也会写出来。 让你也会写出来。 让你每天能活在感恩中。 我们每天都会活在感恩中。 每天都会活在感恩中。 这样,人会感到幸福。 平常感动。 让一切众生, 自在今象。 我会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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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写出来。